我們剛剛是利用搜尋請你的當事來找 但是哪些人一個情形就是沒有一個 我會搜尋請,是當事找不到的 沒有,就是他找某些關鍵字的時候 我找 我們知道Google都很厲害,可是就沒有找到 那怎麼辦 有空再找 下次再說 有沒有,我們常常延期如果時間不夠或者問題回答不出來 然後就會說,不然我再研究看看 我真的不知道 那怎麼辦,有時候你回去會忘記 所以其實這裡如果老師有Google的帳號 比如說你有Gmail 或者老師有那個行動裝置 Android系統的,你一定會有Google的Gmail帳號 那麼您可以登錄一下 登錄一下,像我這邊我已經登錄進去了 不過我當然不建議老師就是在 陌生電腦用自己的帳號登錄 所以我有多做一個保護 你知道在哪裡嗎? 我們家有一個私人偵探有沒有 蛤? 你那麼注意到喔? 嘿,跟正常的不一樣喔 你看我們一般標準的是這樣喔 你看我這邊的 另外一個 這個是沒有好的有沒有 這是正常的 知道這是什麼功能嗎? 這個阿姨也有,火狐也有喔 這個叫做無痕視視窗 准鬼字無痕 你看這裡,火狐無痕 只是名字不一樣而已 你看在這裡 工具裡面應該是這一個 隱私瀏覽模式有沒有 阿姨也有喔 雖然我不喜歡阿姨,但是阿姨也有喔 這個,您在工具裡面 有一個叫做,它有一個叫做安全性 對不對,implied的流氧 大家都有,為什麼? 因為你在墓層的電腦用的時候 你需不需要它幫你記住你的帳號密碼 或者你的流氧記錄 要不需要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墓層電腦要用的時候 讓你試用那你比較覺得不OK的 你就用這個帳號密碼 它就不會把你的記錄留在裡面 這樣您了解呢? 所以不管您是用IE或者火狐 還是Google都可以用 那您登錄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這邊看看 像我在這裡 名單名的帳號裡面 事實上您從更多就可以找到 好,這裡還有一個叫更多 請問如果說您要 其實每次幹證字 我就真的找不到 那沒有關係 您就來訂閱所有的Google快訊 讓Google定期幫你找 有的它就通知你 比如說像我的裡面就有一些 像我最近就有查幾個 像那個最近不是有類SARS病毒嗎? 對不對? 可是我上完島資料不多 所以我就有訂關鍵字 所以您看這裡有沒有管理您的快訊 假設您要新增就直接從這邊 把你的關鍵字進去 然後呢 你可以看看到底傳送情侶需要一天一次 還是一個禮拜一次 Google就自動把你送到你們家門口 不想看直接上調就可以 可以嗎? 所以既然麻煩您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平常 關鍵的有沒有像我剛剛講的 例SARS英文的我也找 中文的我也看看 對不對? 然後平常我還關心一下有沒有我自己的消息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把別的文章 或者提到我的我就關心一下 那這樣我會比較清楚 所以您可以嘗試到這邊 把這個快訊就把它弄進來 那這樣以後呢 這些東西就可以自動幫你做整理 你就不用說我想到才來找 因為我說這樣找的時候資料太多 那當然這些對我們不要的就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這個可能大家平常比較少用的 我先跟老師上提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叫Google圖書 不知道老師沒用過 老師都用去一下圖書館而已 那你幫你提這個圖書館 Google圖書還不錯 當然我們現在台中圖書館也不錯 老師有去過了 很多可能老師都有去過 裡面有一些數位的 Google圖書也是一個其實很好的一個查資料的方式 因為您看到更多裡面有名字叫書籍 那請問你Google圖書到底要幹嘛 平常我們在找書 老師也許會直接就是找關鍵字 請問你網路上你可以找到整 你可以搜尋到整本書的內容嗎 就算您去圖書館也找不到整本書內容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您可以去找 而且您可以把你覺得比較常用的書 就好像我的作案一樣就把它整理起來 那這樣老師以後再找是相對比較簡單 那你可能會有疑問嗎 那這些書上不就都完了嗎 那就不要完了 老師那麽我也不買錯了 在裡面看錯的話 其實這樣這個書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完全免費就是已經超過版權旗艦或者之前就是沒有版權的 那你可以全文檢鎖 最重要是可以全文檢鎖 那如果是比較新的書或者它有版權的 它也會開放局部頁面 就好像我們去網路書局看 是不是會有局部的所謂的四月章節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一點是什麼 其實它只有開放幾個章節 可是您在找關鍵字的時候 您找到的是整本書的內容 雖然你不能馬上看到那個內容 所以說如果它是有版權保護的 但是你可以查到說我的關鍵字就在第幾頁的哪個地方 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圖書館現在做不到這件事情 那當然它的速度是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因為這個要增太多出版社去做那個下盤 但是你可以發現對岸的會很多 整體的會比較快一點 你可以從這邊找看看 比如說像這個AdLive 你就可以從這邊點 你看每一期的你都可以找 那麼比如說你只要看這一期的 你可以找看看 比如說我想要找這個 搜頭就好了 好 我想要找這個關鍵字 我就這樣子預覽一下 您有沒有發現關鍵字有沒有出來 這個在這裡 有沒有標示出來 但是這樣還不清楚 所以我把它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關鍵字 關鍵字 第17頁 點開 怎麼這麼滾著 看一下 你看第17頁 下一頁 有沒有關鍵字都列出 雖然 不能直接看 但是我可以知道它的關鍵字在哪邊 你第幾頁都找得到 它會把你賣個起來 好 這個就比我們一般 就是找東西來的快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用書籤的方法 對不對 但是 書籤你也不知道哪幾個書籤有你要的 所以如果能夠整本書都改的話 這本書相對就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呢 如果你有這本書是你要的 你就可以把它加入我的圖書館 下次呢 你再找資料的時候 就相對比較方便 所以這兩個呢 Google的服務呢 給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 好 再來看看其他的 來